大家好 在正式开始课程之前 我们先把wordpress做网站的流程先走一遍 我做了一张地图 从零开始做网站 每一步都做什么 希望大家对整体有一个印象 我们的课程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讲的 第一步是创建一个 阿里云账号 我这是以阿里云为例 你也可以创建别的平台的账号 因为卖玉米 卖空间服务器的服务商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在这个账号里 我们可以做四件事情 第一个是购买玉米 还有玉米的实名认证 玉米解析等等 第二个是购买主机 还有主机的控制面板 第三个是购买服务器 如果你已经购买了主机 可以不用买服务器 主机和服务器二选一 第四是可以网站备案 阿里云有一个网站备案系统 网站的备案和网站主机或者是服务器 它们是绑定的 必须是同一家 玉米和主机可以不在同一家 阿里云账号看完了 我们再看上一层 虚拟主机上面有个主机面板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主机面板 管理主机和数据库 因为Wordpress网站需要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就是主机和数据库 如果购买的是服务器 默认是不带面板的 我们可以安装一个宝塔Linux面板 第二步是Wordpress网站 Wordpress简单的可以分为前台和后台 前台是用户用电脑或者手机 能看到的那个样子和内容 Wordpress的后台主要是控制台 翻译成了叫仪表盘 是管理员操作用的 在这里我把Wordpress后台 又拆分成三个部分 内容、主题和插件 第一,内容 内容里包含很多 比如文章、页面、图片、视频、案例 还有产品 这都属于内容 不管网站使用哪种主题 这些内容都不会变 变的是表现形式和外观 这些内容用户是可以管理的 添加和删除 第二,主题 我把Wordpress主题分成三种情况 Wordpress自带的主题 免费主题 还有一个是付费的高级主题 Wordpress自带的主题功能很少 样子也很简单 几乎不可用 免费主题比自带的主题外观要好一些 可是自定义的范围非常的少 付费高级主题 外观好看 后台功能强大 这是我们要介绍的重点 常见的高级付费主题 比如Avata主题 B-SIM主题 还有RT18主题 这些高级主题 都有一套自己专属的控制面板 还有一套自己的编辑器 通过主题的控制面板和编辑器 可以搭建出很多很漂亮的demo网站 这个demo演示站 相当于是用这款主机做的案例作品 或者是主题开发者 为这款主题做的行业应用示范 向我们展示 它的主题能做成这个样子 拥有这些功能 我们的wordpress入门课 就是到这个位置结束的 从零开始 一直到安装demo演示结束 后续的主题选项 每款主题的设置选项 怎么设置 主题的编辑器如何来操作 请看我们的主题教程 最后 我们再看一下wordpress插件 wordpress插件 有免费插件 也有付费插件 插件给wordpress带来了很多可能性 比如wordpress商城 需要用到wecommerce插件 wordpress的多语言网站 需要用到wpml插件 在线留言表单 需要cf7插件等等 付费的高级主题里面 也集成了付费的插件 比如sliderrevolution这个幻灯片插件 这些插件几乎都带一个各自的控制面板 所以我们用wordpress做网站 控制的范围非常的大 用wordpress做网站的导览图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可见 感谢观看